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车大厂本田位于日本的一座工厂将在12月上旬再度进行减产 产量将缩减三成 国际金融协会报告显示 2023年全球经济成长率预估将放缓到1.2% 在排除激奇效应后可能与2009年一样疲软 严调机构Counterpoint出具报告显示 尽管今年中国双11祭出了众多的促销活动 但由于封控中国整体手机销量年减约11% 预期整体第四季手机销量仍年减一成以上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